嘿 大家好 我是阿圆 今天这个影片是要记录我跟妈妈庆祝生日 所以就想拍这个影片下来 可能几年后可以拿出来回忆一下 然后可能可以哭一下这样 我觉得在 影幕前的你们 都可以以这样子拍影片的方式 来记录你们觉得美好的事物 然后你们几年后都可以拿出来回忆一下 可能几年后你们拿出来看的时候 你们会很感谢 今天的你有把这一切美好的回忆都记录下来 OK 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就出发去 meet妈妈 顺便跟你们分享一下 昨天买了两本书 一本是钟明轩 一本是蔡康勇 YES OK 我们现在到了吃东西的地方 受信公 这位是我妈妈 这是我外婆 这是我阿姨 这是我妹妹 YES HAPPY BIRTHDAY啊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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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妈妈终于我们疯狂了 很难得的事情 ok ok 我这样拍自己 不然等一下会有手下巴 ok 就这样子吧 好嘞 我们现在已经回到工作室这边了 ok 今天这个影片 除了想要纪念妈妈生日之外 其实我还想要透过这个影片 传达一些讯息给你们 那就是孝顺 正所谓百善孝为先 对我而言啊 我觉得 一个人再怎么坏都好 只要你孝顺 其实你还是坏不到哪里去 但是 当然是看你讲坏啦 在我很小的时候 好像十十二岁的时候 那时候我妹妹才七岁 我爸爸他就过世了 所以妈妈他就一个人做工辛苦的 把我跟妹妹两个人养大 供我们读书 供我们吃 供我们这个那个 所以我在那时候很小的时候 我就被逼要懂事 然后我那时候小的时候 我就已经有跟我自己讲过 如果我长大做工有钱之后 我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孝顺妈妈 然后我现在也做到了 我自认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孝顺的人 身边认识我的朋友 他们都会知道我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 不是我自己在讲 也不是我自己在臭美 这是一个事实 我也知道看着我影片呢 有很多观众都是一些青少年 甚至小学生 中学生 也有一些大学生 所以我想要透过这个影片 再次的强调的告诉你们 百善效为先 真的要懂得孝顺 对我而言 如果一个人不孝顺 即使你有再大的成就 你都不值得赢得别人的尊敬 比如说今天你赚了一百万 你今天赚了一千万 但是如果你把你自己的父母 丢在养老院 然后你没有要去管他们 让他们自生自灭的话 那你也只不过是一个没有用的人 OK 可能有一些特殊状况啦 比如讲你爸爸是一个很坏很坏的男人 或是你妈妈是一个很贱很贱的女人 然后他从小就抛弃你 然后就对你不好 OK 这种是情有可原 但是如果有一些 你爸爸妈妈从小就对你不错 然后辛苦做工把你养大 然后当你长大出社会 你赚钱之后 你没有要理他们 然后你只顾自己的老婆啊 把自己的父母丢在一边 没有要去顾他们 没有要照顾他们的话 这是很没有道德的事情 OK 我要讲的东西 所以我要在这个影片透 就是透过这个影片传达给你们讯息 大概就是以上我所讲的 然后希望看这个影片的你们 真的能够明白 饮水思源感恩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 OK 好啦 所以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 该去吃饭的时候 外婆他们都说肥了 我是有在增肥 但是所有的肉都长在脸上 很无奈 这心情真的很无奈 OK 所以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 各位拜拜 我们下集见